而当然在台湾如果要迎接跨年 迎接民国一百年的元旦升旗典礼的话 很多人会觉得说最应景的 当然是也戴上了这个国旗围巾跟毛帽 而在高雄市有一家国旗商品专卖店 最近这一个月来简直就忙翻了 因为客人上门就指定要国旗围巾跟毛帽 有人一买就是五十条一百条导致大缺火 对它就是有年费跟年费分 只剩贼款 对就是这样 客人一上门就指定要民国一百年纪念围巾 但是很抱歉通通缺货 国旗这条这个版有而已 其他都都没有了 我可以买一个外面的 那个不行 没有办法卖 因为等这条的客人太多了 真的超强设为这家高雄唯一的国旗专卖店 集满客人 大家都为了元旦升旗来制装 2011年元旦升旗要穿什么 现在最夯的是国旗装 最夯的国旗帽还有国旗围巾 跟这两条围巾真的是太夯了 所以都缺货了 那如果怕冷的话呢 还有国旗的手套 另外呢还有国旗的口罩 光是国旗围巾就有四种款式 还有毛帽跟口罩 有人一定就是好几十条 现在目前可能再拿五条吧 我这里买几条 四十几条 多少 四十几条 最多一次进去 最多 最多有五十条一百条 买不到想要的国旗商品 客人难掩失望 国旗商品超夯热潮 也让民国一百年气氛超热烈 中天新闻记博士高梦柔 高雄报道 中天新闻记博士高梦柔